用手机逛电商平台 轻松就可以下单购物 台湾网购市场持续推升 2023年网购年消费额达到8980亿元 今年预估可以超过一兆元 成长率20% 平常最多购买的就会是 美妆啊 衣服啊 还有一些保养品之类的东西 以前都蛮习惯获到付款 后来信用卡办起来后就很习惯用刷卡 就是因为信用卡刷这种网购 然后他有时候会给一点就是回馈啊 然后其实又可以就是再买更多东西 网购刷卡支付不止方便还能赚回馈 根据金管会和联卡中心统计 今年上半年累积刷卡额高达新台币两兆元 网购刷卡金额更是来到7000亿元 看好快速成长的网购市场 电商平台和银行业者携手再合作 将发行五年的联名卡换装新上市 我们是全网最高 基本权益最高天天5.5% 也有非常多的国际大牌 会有88者的优惠 然后还有就是月月的满额的零元免运券 五年来其实基本上我们的刷卡金额 其实大概就已经成长了四到五倍 那目前看起来我们每一年 也都是在持续的成长无论是客户数 刷卡的金额刷卡的评次 新卡主打权益升级 搭配即将到来的99购物节档期 更加码推出刷卡回馈活动 在99购物节的时候刷卡最高可以到26%的优惠 双强联手挑战网购市场 最有感回馈 要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专属优惠与服务